中秋節 中秋節 到了 先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今天就由我 嫦娥 來代班 我們今天就直接來現場 帶大家來 玩一圈 燕屋的時候需要注意的事項 走 燕屋呢 我這邊主要把它分為六大項 第一項是石磚 那燕石磚我們主要看它石磚貼附的地方有沒有 有燕是不紮實的 那不紮實的情況下 石磚之後就有可能會有變形的可能 市面上有賣那種專門燕石磚的棒子 如果有那個東西我們就不用蹲下去 一個一個敲了 那假如說一般人其實手邊不會配著那個東西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拿著一個銅板 蹲下去一個一個敲 會比較辛苦一點 但是這個是最好取得的東西 那假如說我們敲磁磚的聲音是比較紮實的聲音 代表它的施工品質是沒有問題的 那假如敲起來是有一點空空的聲音的話 那就代表它裡面是空洞的 這個比較正常的 假如說我們敲到的面積是 只有一點點地方是空洞 那比較不建議去要求建商幫我們換掉 如果只是一點點小地方 基本上影響不會太大 但如果它的範圍比較大的話 可能就必須請建商幫我們處理 把那整塊磁磚換掉重貼 又或者是用一些打針的方式 去補強地磚貼附的結構 好第二個是供電的問題 基本上驗屋都會跟建商的基電 因為我們屋內的每一個開關插座 都是正常運作的 譬如說開關我們會看它開關到底有沒有通電 開關對應到電燈到底是不是有接通的 插座的部分有些建商會拿一個插座型的燈泡 去看它有沒有正常的通電 還有就是110電壓跟220電壓的檢查 看它們跟圖面上是不是一致的 然後除了電路的問題之外 再來就是弱電 所謂的弱電就是我們的資訊線 例如說網路線或是電話線 這些資訊類的線都叫做弱電線 那這些弱電也是需要在現場去檢驗 它的訊號的供應是不是正常 那這些檢驗方式 機鍵都會有它們的方法去幫我們做檢驗 這個是測網路線的 插上去之後它裹燈全部都有跑完 代表它沒有問題 那這個就是測電話線的 插上去它如果有聲音的話 代表它沒問題 那這個有聲音就代表它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師傅在現場直接調整 這電話線調整完之後是OK的 好再來是給水的部分 給水基本上就是我們水龍頭的自來水供應 那這部分就比較簡單 我們就是看每一個水龍頭 它打開的供水是不是水流都是正常供應的 那再來一點跟排水比較緊密相關的就是排水的部分 那排水基本上有分三種 一種是地面排水 一種是地面排水 然後還有一個是 那排水的檢驗方式呢就是我們要在有做排水的地方 要放足夠水量的水 去看它的排水的問題是不是順暢的 基本上測排水都需要一定的時間 例如說空調的壁面排水 建商通常會在排水管上面插入一個注水管 至少要讓它通水空兩分鐘以上 去測試它排水有沒有問題 假如說有問題的話 有堵塞的問題存在 那水一定就會滿出來的 那假如說這兩分鐘以內 都沒有滿意的情況發生 那代表這個排水是沒有問題的 那剩下的例如說浴室地板排水的部分 我們也是在地板放水 讓它好一段時間的排水 那意思是一樣的 如果說一段時間內排水沒有問題的 那這一部分就算 誤關 好那最後一個是外牆漏水的部分 比較容易外牆漏水的地方 大部分是在窗框的四周圍 我們需要去看它有沒有水質的出現 水質 或者是有藏水管的牆壁位置 例如浴室的部分 它有可能裡面有跑給水的管線 假如說它給水的管線裡面有漏水 那我們從牆壁上面也是看得出來的 假如說有發現這些水質的部分 那就一定要優先跟建商反應 跟他們討論這個水質的痕跡 到底是什麼問題 假如說真的有水管漏水 又或者是外牆漏水的情況下 那這個問題就要盡快去 請他們幫我們處理好 好最後我再追加一點就是 建商附的設備 例如廚具 廚具的設備最後也要跟建商對一下 看他們使用上有沒有問題 又或者是請他們示範一下要怎麼樣操作 當然我們也可以看說明書 但因為人都在現場的 我們就請他們實際教我們要怎麼去操作這些設備 順便看一下這些設備有沒有問題 還有旅門窗的部分也要請他們示範一下要怎麼使用 因為有些安全鎖 還是不一樣的門窗 它會有不一樣的小機關在裡面 那這時候也可以請他們現場示範給我們看 牆壁的部分還有一個地方要注意 就是油漆的部分有沒有幫我們處理好 有些地方油漆可能會塗刷的比較粗一點 又或者是有一些瑕疵 還有就是門片門框的部分 它油漆坑基上面供有沒有幫我們處理到好 還有就是房間門片的開關的問題 它開關的順暢度是不是好的 這個地方也可以順便跟建商一起做確認 基本上以上這幾項大項目 就是燕屋最主要要驗的地方 所以這幾個地方 我們如果都有把它檢查清楚 其實整個燕屋的流程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如果想要檢查到更多更細節的地方 還是建議要找專業的燕屋公司 例如三五線上賞屋 他們就有燕屋的部門 而且非常專業 這不是業配 只是提供大家一個參考 有些室內設計師可以陪同燕屋 但是畢竟設計公司不是專業的燕屋公司 所以我們如果要把房子驗得更精細一點 真的曾經的推薦大家 要去找專業的燕屋公司 好 那這一集影片就先到這邊 如果對於燕屋還有其他想要知道的問題 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給我 好 最後祝大家中秋節愉快 我要趕去烤肉了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